国科会产学合作计划 海流发电系统效能验证 计划主持人为 陈大水工试验所所长陈阳毅教授 计划研究团队为 国立成功大学水工试验所 国立中山大学海下科技所 国家实验研究院 台湾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万基钢铁工业股份有限工资 黑潮 Grosho Current 江青林北赤道洋流 遇上太平洋西岸 往北转而行程 为北太平洋洋流最强的海流 黑潮宽度约100公里 深度约700公尺 表面流速可达每秒1公尺 中年流进台湾东部海域 未来能源机会 经研究成果表示 若能充分运用流进台湾东部的黑潮能 可产出63GW的能量产出 涡轮机设计 目前万基钢铁公司已设计 并制作出适合于台湾低流速的海流涡轮机组 也进行了川流及湿海域的测试 其机组规格请参阅 历史涡轮机测试 为验证海流发电水涡轮机组的发电效率 于2010年在乌山坡水库农田水利会进行川流试验 海流发电水涡轮机组在川流试验的发电效率情形中 每秒0.5公尺流速下即能实施发电 为了测试发电机组夺避台风的机制 于2011年高雄新达港港内进行测试 借由改变载台舵片公角 使载台与水中上升下潜 整个流程为时试验机下潜 并使试验机抵达预定深度 并于稳定的深度进行巡航 最后改变公角 使试验机上升并浮出水面 则销上升并在北施海中以外 没几乎的转发行 在完成工作项目中的载体与细薄系统设计 以设计制造完成第一代载居系统 以及锚定系统 2012年9月并完成了第一代海流发电金柱 并放置于台东金军港的情形 在完成工作项目中的环境与系统姿态分析中 在石海域测试区域进行数次的传测 以此资料模拟出台东绿岛间流场分布情形 在完成工作项目中 最是海域区域院评估与测试平台规划 亦在成功大学水工试验所进行 借由试验配置以及测试条件进行水动力分析试验 同时也在成功大学水工试验所进行海流发电系统 锚定栏神拉力与波流水动力分析试验 第一大海流发电机统进行石海域测试的示例图 于2013年7月第一次进行海流发电机统 在台东京中外海的石海域测试情形 借由第一次实验的经验 修正部分机统设计 并于2013年11月在台东京中外海 进行五次石海域测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为2013年11月测试海流发电机组的发电工具数据 由此可知,本研究团队的海流发电机组在流速每秒0.85公尺时,然产出最高功率为1.6千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